沒有 就覺得昨天去 就帶我自己的小孩去看舞台劇嘛 那其實我現在 因為我今年39歲 然後這是我第一次 就是親臨現場 然後看舞台劇 那這舞台劇就是 其實還沒進去看之前我其實 想說真的要帶我小孩去嗎 因為我小孩其實只有六十元大半 然後我想說這應該很難懂 他想說沒關係啦他就去看看這樣子 結果去到現場之後呢 就是有被那現場感動 因為最主要是第一個是他背景是3D立體的 這是我第一次看到 所以就已經有點震撼到了 然後接著呢 聽到那些演員啊 他們都是很專業 然後現場就是 就是對話嘛 然後重點是他用音樂的方式 把它呈現出來 那我覺得音樂呈現真的很棒 因為我覺得你用講的是比較沒有辦法感受到 但是你用音樂跟舞蹈下去的話 這整個的感受是不一樣的 雖然說我那個小朋友他只有大班 然後他可能看不太懂整個內容 但是他可以感受到說 那個音樂給他的 還有舞蹈給他的 整個那種 就是他可以接受到那種感覺就對了 我可以接受到那種感覺 好